在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与基隆市税务局长欧秋侠共同公布下 基隆市政府2023金美阅历、日历及坐历出炉 阅历部分除了备受好评的各式水果图片外 还加入了包括国门广场、基隆成绩转运站 及上海明光装置艺术等基隆市热门打卡经典 日历方面则维持很受婆婆妈妈喜爱的料理食谱 大家都晓得基隆的水果阅历就是我们税务局最夯 然后都是秒杀 那我们今年所出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水果阅历 里面的水果是一个很可口 它里面搭配的景点才是更夯的 除了超夯的阅历及日历外 基隆市税务局方面更首度英制2023桌历 希望能同时满足老中青三代市民的需求 那今年多了桌历是因为年轻人喜欢桌历 然后老人家喜欢日历 然后终生再喜欢月历 那我们就是月历跟月历是比较数量比较多 那日历跟桌历就是限量的 我们经费有限 金融市税务局方面表示 11月12号早上8点半起 民众可到金融市税务大楼 七堵区行政大楼及信义区公所这三处地点 以9到10月发票进行兑换 纸本6张或云端发票3张即可兑换精美税务阅历 纸本8张或云端发票4张就可兑换日历或三角桌历 数量有限 而因应网络时代 税务局方面也推出电子阅历 民众可上税务局网站进行下载 换阅历 银好年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